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丽同享都在4、5左右 在后面月晋欢欣尼 米尾那三只 身力高升、将王、包紧美是桃花云 跑了500米左右 前面枝竹常落带出了一点 黏着楼栏 健康愈快在外档迈到来 大美国永远米尼跟在第三位 报处不晚 外档迈到来是红运帝王 但暂时在三叠 内档有神虎龙区 然后发财先锋、安瑜 美丽同享的内档喜步又顺 今天走起来 没什么不规矩的动作 接下来是奸斗云、月晋欢欣 尾三身力高升、尾二是将王 包紧还是桃花云 但这时距离头尾马 又不是很远 只会说六个马位 一路在转弯 向着最后直路进发 前面枝竹常落 还带着健康愈快半个马位 贴栏上来第三是神虎龙区 一路走三叠 红运帝王 这时潘顿见到中间有位 永远未来骑上去 后面那个纵绳 未来同享的内档 一移出跑道的中间 外面上来 越晋欢欣身力高升 最后二百米的时候 前面枝竹常落 这时永远未来上来过 过了健康愈快 但外当另一只 美丽、美丽同享也很厉害 最后一百米的时候 永远未来打算大延门得 这次没那么好运 美丽同享的勢是明赢他 最后第一名美丽同享 永远未来第二 第三名还是红运帝王 跟头运第四 这场当然 没有了最顶级的几只一里马 金枪六十 胡游气泡 加州星球 变成了一对美丽 其实贵来也算了 在这个纤络 那次美丽同享有点不幸 那次同享有点不幸 跌了边 今天艾杜娜就没有跌边 踩着边 还有艾杜娜跑这只马 又不用像他们那样 等到最后放松了僵性 很顺滑 对 他可以在马群中间这些位 又不抢口不成的 每个跑都摆头摆脑 好像一些私人淫屍 今天居然好像走得那么顺 所以真的跑得很好 怪不得高东尼也站不住口 赛前形势知道他好 排出内档也跑得好 跑一里这只马 这马潘顿跑也是 头踩得很紧 没问那些都是这样的 但是艾杜娜今天很顺 这场潘顿也要赞一下他 不单止封了别人 还捱了他 变成后面给你同样出来 你看一下神虎龙居 其实蔡明璇应该聪明一点 就知道外面是潘顿 当然是赚出来了 好机会 那位置一定会给你 你不早就赚出来就没有了 我反而觉得鸿运帝王 有些惊喜 三蝶忘胸 他千六以往也不太多 而且他根本是早了法力 他很早走上来 当然了 追上来是跟斗云 现在这个阶段跑了千六 就嫌短一点 转不起 他刚刚叫做顶到第三 近期都跟斗云很高 还有他有些级数 就是二千的路程都跑得好 跟斗云就 第三名张相 但红运帝王可能湿地都能帮他 试过赢得永远美丽这些地 顶到第三 分段时间 头段24秒28 第二段22秒38 第三段23秒4 末段23秒97 总时间1分34秒03 听我们一直都说 告东尼也很少赚人 我们听听访问 看看他如何赚到艾道拿 今天他有完美的赚 他有完美的赚 我说 他在路上 转移 转移 他能够展示他 他能够展示他 他永远是一辈子 他永远是一辈子 一辈子一辈子 我相信 这一辈子 贡春马 28日 他会当成为他很益 19日,那天捧了烈骑士王20倍 然后说,懂得艾道娜包里有渣娜 怎知说完之后,几个月都没有渣娜 等到农年,等到农年之后,等到二月份 不过我跟高冬妮不同,希望高冬妮不要赞坏了 不过他跟艾道娜的成绩真的合作得很好 其实二月开始一直的成绩,他们相当两例的合作 都赢了整九场 高冬妮这段时间好像,如果没有数错,是十八九场 赢了差不多占了一半 他经过今天后,上回头五位 其实在中游位置,高冬妮大半归时间 现在这段时间,马房的势很好 看看可以上回到第几多位 不过今天你说美丽同响 的确真的是考验骑士的最佳写照 这马真的是很难骑的马 潘顿、布文、梁家俊 我想没什么人不中过他招 偏偏你今天看他跑到 就是那个唱顺度,今天是符合意料的 完全听完他的笛 对,挺弱的,他都能够搞定 这段时间可能真的合作,拆出火花 其他马,神虎龙是堵塞了 不过可能他也是千四比较好 千六比较不足 帐王的这些路程又短一点 而且真的只是赢一级赛 其实贵宗,陈英天计划几乎都退役了 因为挺严重的伤患 现在也算是跑得了 我想预下目标,赢打贝吧 一定的 第一出路差不多了 没可知的 好了,看完八场赛事 不如接着来看第九场 第九场是四班千六米 好,这组是四班千六米 起步的时候,影声大出 大业本加州同样第一只出闸 外档是白衫哈哈大笑 接着陈三走出来,中横大进 内档那边是佳福区 接着出来,风火行运起步 快,比之前快了很多 第五位到 黄衫是平海之星 然后马,外档一直在埋起来,掌声 中间还有英俊飞驱 内档全贴蓝,海船行运 最后一阵的马,风雷暴 和神虎金刚 尾三是智星龙 尾二是唯美主义 包紧未暂时是太阳之子 跑了六百米左右 中横太进就接着蓝 半个马位 大笑,这边走上薄薄 可能暴触慢 加州动员,多者来不及了 有遮挡了 贴蓝第四是佳福区 拍着平海之星 接着那阵是风火行运 掌声外档游上了一些 内档是海船行运 接着马,先见到英俊飞驱 正在外档 接着是神虎金刚 尾四四五,致圣龙 中间是风雷暴 尾是唯美主义 包紧未仍是太阳之子 越走越出 进来直路的时候 前面的中横大俊 带着哈大士进来 大门的加州动员 这里压定位出来有路 在内側,街覆区反而要等位 外档上来就掌声 中间平海之星也不多 最后三百米的时候 加大少过了中华大了一点 加州动员虽然看起来比较小 越骑着越有 外面上来是掌声 前面哈大少卖了中横大俊 但卖不了加州动员 仁王就是仁王 骑多两步,哈大少也被他过 根本第一名,加州动员再赢一场 哈大少第二 第三名,掌声还挺得住 风火行云上来拿了第四 越来越进步 加州动员 前一场都是没有眼罩 前一段大力骑,都跟不上披线 上一场可以放在前一点 今天一早可以放在前面 除了眼罩之外 马本身是现在来的 现在真的踏了一个大熟旗 对啊,因为除了这件事之外 上次其实骑了几步 上了一步它是抢口的 其实你看到今天 他出来一直都没有遮挡 其实都不算很抢口的 当然,稍后哈大少再来 他就更加爽 那里有些抢口 多一只都来不及了 但就算不来,我估计他都会赢 你看他其实路上也跟得很純 他又没有什么抢口 他的身体又开始柔软 开始有色彩 即是一样开始 放松了 熟进步的马 看来这些马还未有指径 三岁赢两场千六 像之前雷剑威那些马 都是很厉害的 将来都会有 帅声辉煌 那还有一些分子在手 如果你这么说 不过这场是一些主要对手 都要掌声的走蝕 三叠 另外那些智盛龙又喘名 唯美主义是留到很厚的 他都肯涉的 其实潘顿都很努力的 涉上去 都是冲的 不过今次的形势不遭他 十四档要追 是的,十四档一流都可以 捕捉又不够快 都追几步的 是,他后来再捐到他里面 也有冲的,其实马走 这场也不是那些真书 因为形势太过不折 他也跑了几场谷草 一落伴就立即捕回沙田 街幅区也是不太厉害的 看看第三名的照片 掌声是拍到的 风火红云就拍到的第四 看看分店时间了 头段很慢 25秒38 接着22秒53 第三段24秒2 二末段23秒91 总时间1分36秒04 这是正好的赛果 讲一下不讲马线 讲一下人 加州动员这个马名 今天我看到整家 两家全部都出席 很难得 因为以往不是太喜欢跑马 或者下一代 但是近期 当然 你又连续有群人赢 马又赢 每次都整个家人都出席了 我觉得很好 可以延续这个家族 对他跑马支持了这么久 延续一个兴趣 所谓将家族的旗帜 继续飘扬 希望可以继续这件事 因为全城很重要 现在不单只是全城 就是总动员地出 所以加州动员这个名字 我认为是真的起得很好 大家一起支持这件事 继续延续这件事 近期整家一起来 就众志成城 马继续赢的 这段时间都 加州升球 去到海外 一级赛 马继续持续有进步 除了名字又起得好 近期又旺 今天可以这样赢 其实马继续 你都看到进步得很快 都是死班 现在是52分 三岁了 赢两场16分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上去 下次可能还在四班 不过信心很大 今天落到只有22分 另外有些 二门这场是发挥得不太好 有些走外叠有些形势使然 留得比较厚 掌声在四班是九班的 不想在四班上名 下去赢 先送一场给你 上来四班再发 拿回第四 不过这马中段有点亏了 退了到后面又上回来 好像被马包着他走得不太顺 不是那么容易骑 但能力就有了 好 看来今天的尾场 跑场三百二千 长途赛摆尾场是很少的 今天就是了 起步的时候出得快点 中档白衫路路省 外档家保神区十八掌 内档那边难以置信 这些顶帮马起步都快 贴着难是浪漫风采 大门明亮天下 今天初次跑二千位 守第六位左右 接着他就发财秘笈 然后多多勇俱非为虫行 长龙再现是尾尾 包紧美暂时爱心神区 转到对面 前面难以置信 背着一百三五磅 暂时带着头 第十八掌 我当时走上去 守第三位守住 牢牢醒来 拍着他还有家保神区 接着的马 浪漫风采第五 第六位是大门明亮天下 过多马位之后 六三红帽发财秘笈 然后多多勇俱是尾四 尾三非为虫行 尾二长龙再现 包紧美 还是爱心神区 跑到千二米起步点时 前面十八掌门 在这里趁着万步速 走上前 带了个几万位出来 自己开快一点 难以置信守着第二 家保神区守着第三 碟牢牢第四浪漫风采 路路省出门快 定下定下定下定去第五位 在内側是发财秘笈 明亮天下走二叭的第七位 在内側非为虫行 多多勇俱还是尾三 尾二是爱心神区 包紧美 就长龙再现 开始入归时 十八掌门 被巴道控制住的步速 这里顶回慢点 二十四秒六二 所以难以置信 这里不要贴 不要过内栏 走出二叭 先回去 家保神区都骑 然后浪漫风采 发财秘笈 路路省如旗去吞 明亮天下 开始都要打了 反而在内側非为虫行 而加战骑 然后多多勇俱爱心神区 包紧美仍是长龙再现 入队直路时 前面那一队 十八掌门和难以置信 轻轻拋掉后面的马 一家保神区都在打 爱当上来 明亮天下发财秘笈 内当是浪漫风采 非为虫行 最拍摆的时候 前面十八掌门 一直都没有 难以置信 个个还带着一个头位 爱当明亮天下 冲就冲得挺厉害 但好像又不太近 所以前面十八掌门 一直打下 一直打下 捱卖这步都到了 最低一名十八掌门 难以置信 都是第二 明亮天下第三 第四名发财秘笈 一场没有明显报处的赛事 唯一叫上次放过 就是十八掌门 但是他一次放 你不知道他放不放 但是他尽用了这个优势 当然 如果死目当然是放 一场没有报处的 他早前也不是确立放的 你看他先抓住 因为十一档很难跑 其实跑二千出闸转弯 对吧 有些意想不到 难以置信 可以摆得到这么前 现在十八掌门没过 他是他在放 他跑打比一场 他也要在后面慢慢摔 这场他原来摆得前置 他也算是来得很快 起步慢了 变成跑四岁的时候 他又不够状态 但是你看他马上得多快 这个阶段 跑法已经有这么大改变 今天两匹马的磅位 差到差不多二十磅 十九磅 所以他也跑得好 他也很聪明 也不会让你放得这么轻松 他宁愿说你先逼着你 看来这只难以置信 有些级数的马 看来这只难以置信 就是王家雅士谷赛奇的马 放得到前就很重要了 我现在在香港跑马 你不要太招呼 反而今天很安静 方家派那只飞维固行 赛前诗就放在前面 是的 捉到下去这么随着 打算他也是其中一只 可以放得前一点的马 这一场没有胚醒 大家都知道 他又放在后面跑 他不出招 他其实也不是输得很远 但不是追很多马 似乎他不是这样 分速 不是这样跑 我都不用问Michael 白痴 还想说这么多话 白痴已经反应了 这个很重要 看回前面 所以巴道有时 放马都放得挺聪明 也不止一只 这些法国骑士跑长途 都很聪明 这些没多紧张 凶游戏跑 我都是这样跑的 跑打比 看好步速 正好时机 他就上来放 难以置信 也很厉害 其实明亮天下 都不是很差 他第一次跑这个路程 他上次还在跑 加成400 我以前就想他慢步速 可以传那些马 回来 第三步就没什么威胁 看看分段时间 头段26秒86 第二段23秒47 第三段24秒62 第四段23秒81 没段23秒9 总时间2分02秒66 你们两位都说了 摆场出马不满压的长途 在尾场也很少有 这场赛前看着有点乱 因为没有明显的捕捉 当然没有明显的捕捉 第一 谁放的就有好处 第二 如果没有人放 谁中断走的就有好处 但是这些全乎一心的 当然 你猜不到 你非为希望你要摆前些不行吗 行 你试短途杂都摆前面 你跑到2000 有什么理由摆不到前面 这将你要猜 看完头那九场 马防的动态 就猜到了 应该都不会出招 但有时提示一早给了 今天你又比较麻烦一点 不过有时有两件事想说 其中是何明年 今天两阵都超磅 但是终于就不用罚 原来都情有可原 原来因为昨晚有些不舒服 何明年 今早变成了 去不了做运动 就减不了磅 变成了 夹不了那两只轻薄马 所以换人 另一样想说 就是那只十八掌门 其实上次 白人大巧地抬他入闸 都搞了很久 要试闸合格才可以再出 其实试门两个闸 都是很难入闸的 但是终于合格 其实在三圈圈都有些 是的 并小并小有点脾气 但是都没问题 今天入闸仍然是这样的 其实是 不过他入闸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有些这样的情况 这些马 不过有时试门完这些闸 其实他的入闸情况 也没什么很明显改善的 不过都会合格给他跑 不过他叫入闸 是 叫入闸 入闸又出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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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见过 都很厉害的 总之难以置信 十八掌门 你这都可以继续跟随的 今天跑完十场赛事 都挺精彩的 接下来 下次是菊草赛事 老后九场赛事 星期三晚 我们赛后利点看 再见 拜拜 拜拜